《透视大桥社》 塑造大桥乡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于芳 欢迎你来到《透视大桥社》的节目现场 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我们台商 桥商的坚强的后盾 那么就是我们海外信用保证基金的董事长薛盛华 薛董事长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先来欢迎薛董事长 董事长您好 你好 于小姐好 所有在收银机旁边的观众们 听众们大家好 是 董事长我们都知道 您从这个桥委会就是副委员长退下来之后 就到我们信保基金来担任董事长的职务 那是不是请董事长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海外信保基金的这个背景 当初为什么要设立它 它的宗旨目标何在呢 这个基金在大概25年前成立的 那政府为了关心我们在海外打拼的 我们的台商也好 我们的桥商也好 特别就召集了有关各政府单位 以及各主要的银行 大家筹资来成立这个 当时是叫做华侨信用保证基金 那这个这么多年发展以后呢 我们发现就是用华侨呢 恐怕还不能达到完全的意义 因为我们这里还有许多台商在里面 没错 所以我们就把它改名改成海外信用保证基金 那主要的目的是帮助这些台商侨商们呢 在跟银行当地银行打交道的时候呢 往往是因为缺少担保品或者是这个不够 所以银行呢不太愿意借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基金适时的介入 使得银行台商跟我们这个基金呢 能够达到三亿的这个目的 那这个二十几年来 我们也做的略据规模了 那当然我们也需要更加努力 是 刚刚董事长您谈到了 就是如果桥商台商 如果他的事业是有发展的潜力 但是他实在拿不出一些单保品的话 就是可以跟我们信保基金来请求做信用保证 对不对 但是我们信保基金是完全不做贷款这个任务 我们是做贷款审核的这个手续 那真正做决定的是由海外的银行 我们的签约银行来作主 所以当他们这个银行一看看 淡保品不够 不愿意借的时候呢 往往可以银行主动跟我们联系 或者是由台商乔商主动来跟我们联系 把资料送给我们复合 那我们经过董事会同意之后呢 我们就提供一个淡保的这个手续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就希望能够帮助他们顺利地达到融资的目的 所以台商乔商他得先找到 他要融资增资贷款的这个银行 对不对 那我们信用保证基金就是当作一个桥梁的 一个状况 对 因为事实上在全球各地目前来讲 我们签约的银行 跟这个分行全部加起来有两百多间 几乎达了这个主要国家的大部分的 都有 所以他只要跟当地的 跟我们签约银行来联系的话呢 他们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服务 是 那董事长帮我们介绍一下 就有关我们信保基金 目前您刚刚也讲到了 有这么多家的这个海外的银行 跟我们信保基金是有这个合作的关系 是 那他也有很多的办事处的据点 那详细的数字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跟哪些海外的这种银行来做合作 现在许许多多国内的银行 在海外都有分行 哦 是 那你比方说这个你国内几乎每一家都有 招锋啦台银啦第一啦中国信托啦 这个汽营啦等等 那么在全球各地都有分行 那他们就可以透过这些来运作 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跟当地的银行来签约的 也有 那但是主要我们侨胞啊 还是喜欢跟国内的银行来往 语言上也通 沟通上也容易 所以他们跟他们谈到就比较快一点 所以这个状况就是在您接任这个董事长的职位之后 我们知道您有很好的这个营运绩效出现 这个部分您是不是也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说了好不敢当呢 因为我总觉得还有更大的努力空间 不过这个基金二十几年前成立以来呢 我们始终要以执行政策为我们的主要目标 政府的政策就是关心关怀我们的侨胞 所以我们并不能以这个盈利来作为 这个追求的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每一年的这个业绩算起来来讲的话呢 应该都是比较入不敷出了 可是我们工作还得继续做下去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做两个步骤来说 第一个呢就是受盛计划 那这个希望能够借由每年我们自己节一硕食 来得到一个很好的就是节省的目的 第二个就是开源 开源可以说我们只有两个收入的来源 第一个就是我们基金本身基金的吃习的收入 可是你要想得现在国内的这个存款 力气是非常非常低了 就到一点多而已 那要靠这个数字的话呢 几乎点薪水都要发不出来 所以另外一个方法呢 就是我们必须要就是想办法 把过去的旧账旧债给它整理一下 那在多方面努力之下了 我们去年终于交出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出来 大概我们去年的盈余 就是这个结算下来 我们还有将近五百万的这个盈余 这是十几年来第一次 以前平均来讲 每一年都要 between 5000万到一亿之间的这个赤字 是 当然以这个薛董事长 他过去的经验经历来说 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 他除了是前任的这个 这个乔委会的副委员长之外呢 他的人脉也很广阔 那他在这个台湾的成功大学毕业之后 那么也到瑞士的这个欧洲的大学去念博士 所以我们薛董事长可以说是 不管是他的人生经历 他的人脉都非常的广阔 所以他在担任这个信保基金的 这个董事长的时候呢 就积极的开源节流 那么如今呢 短短的从去年九月到现在 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呢 就有相当好的绩效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想请这个董事长 再继续跟我们介绍一下 在这今年的一个工作重点 还有我们信保基金的这个业务的推广方面呢 您有没有什么更新的做法 好 我愿意跟你分享一下 这个我们为了要拓展业务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重点 因为全球的经济还是非常的扑朔黎明 欧洲的部分呢 这个欧债的关系 美国不景气的这个连续的影响啊 这个还有这个财政悬崖 还有我们东北亚的日本韩国是这个 野心勃勃 那我们这个这个台商也好 桥商也好 以目前分布的这种状况来说的话呢 还是以东南亚最多 那东南亚又是我们这个国内啊 这个非常重视新兴市场的其中一份子 新兴市场的话呢 在这个新兴市场里头我们发现 有几个这个别的地方比不上了 第一个就是他国内消费市场 国内中产阶级的抬头 那这个以印尼来说的话呢 他们现在国内的消费能力的相当相当的强 第二个这些新兴国家里头的东南亚市场 它本身资源也够 那这个在股市方面的表现也相当的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最近以来啊 东南亚泰国的这个这个国家市场也好 印尼 马来西亚啦 甚至越南的表现都还不错 那再加上将来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明日之星啊 恐怕是缅甸也会这个进一步的有所表现 所以我们针对新兴市场这一块来讲的话呢 它人口多 中产阶级够 OK 那么消费力强 那它最重要的 它还有它的能源也够 就业人口也够 所以我们准备今年开始呢 对东南亚地区呢 要特别一点 是 这一连串的说是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做美兰专案 美兰专案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目的呢 就是希望以我们有限基金的这种这个资源来讲 能够给他们更大的帮忙 所以其中有一项就是说 我们本来对所有全世界各地贷款信用保证的最高额呢 是150万美金 可是我们针对东南亚这个新兴市场来讲的话呢 现在我们准备把它放松到200万 哇 又提升了 提升一点 那因为这个东南亚国家来讲 究竟的发展也是最近这十几二十年的事情 所以它有些制度恐怖感跟不上我们这个国际 我们就拿这个缅甸来讲或者越南来讲好了 他们除了这个当地的居留权和国籍很难拿到之外呢 它还有限制外国人不可以超过当地这个股份的比例 比方说它买土地啦 这个买东西啦 当地人的股份呢 不能够低于50% 那变成国外真正的投资者 只能取得49的股份 那个经常都挂名挂在自己的太太 或者是小孩的身上 所以针对这一点我们有肉干的修正 那我们如果说他们因为这个国籍居留权的关系 没有办法取得大多数股权的时候呢 我们愿意把这个百分比扩充到 就是只要两夫妇合起来超过60也可以 本来一个人最少要50 现在两个人加起来有60以上也可以 那对于这个手续的方面我们更加的简化 那东南亚几乎我们国内的银行啊 几乎每家银行在里面都有分行 所以我们认为东南亚是一个值得开发的地方 那第二个我们要努力的东西呢 就是说要加强我们签约银行的联系工作 那一方面我们要增加我们的签约银行 我们不能再只局限在我们国内往外的这种银行 那像这个美国当地有很多local的银行 非常财务也不错 这也是我们争取的目标 另外的话呢 我们也会加强跟他们联系的工作 因为就简单讲银行 它恐怕会主动告诉你说 有华侨信用 海外信用保证基金的这个机会 就比较小一点 那如果说我们加强跟他们联系的话呢 他们就会增加给我们来往的建树 但其中有一点更重要的我们发现 就是我们因为业务的关系常常需要到海外去宣导 那我想并除一下过去的这种传统 过去传统就是出去败回银行金融机构而已 那我们现在准备打算就是稍微做点改变 我们不仅仅要败回我们的银行签约的银行 我们还会败回当地的台商组织 我们的侨团侨生 那这一点的话我们已经开始做了 而且反应非常好 那以这个从七年九月来讲 我们已经个人已经跑了三次 印尼 越南 还有加拿大 就拿越南来讲好了 我们去了一趟回来以后呢 光是每一天询问的电话都有好十几个以上 还有开始送件的都有 所以这个我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存在 让他们知道我们存在的目的 让他们知道我们存在目的 真正的用意是帮助他们的话 那这个事业务就会比较顺利一点 是 各位朋友 刚刚听到我们薛董事长 谈到这么多他的业务范围 我们真的非常的佩服我们的董事长 这么多的业务范围都能够掌握得这么好 然后服务更多的台商朋友 更多的华侨朋友 那么我们先休息片刻 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各位朋友 欢迎您回到透视大桥社的节目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于芳 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 财端法人海外信用保证基金的董事长 薛盛华 薛董事长来到节目当中 来说明有关于他的业务范围 同时也说明他即将要推广一些业务 那么刚刚董事长也谈到了 未来海外信用保证基金 除了积极来开拓新兴市场之外 那么主要也是锁定在梅南专案 当然除了这些业务重点之外 还有我也觉得很奇怪 董事长就是是不是也请您谈一下 一般来说我们信保基金 针对的是台商 乔商 华侨朋友 那么好像有一项业务 我们大家是相当讶异 就是对于乔生朋友 也有可以做信贷的部分 对这个部分您是不是说明一下 其实我要特别说明一下 乔生贷款其实跟我们所谓的贷款 虽然说名称上不一样 其实本质事实上也差不了多少 因为你要从国外要取得 乔生的身份回国升学的话呢 你必须要符合若干的条件 那你若是跟我们中华民国 没有任何关联的话呢 你恐怕就不能是以乔生的身份回来 而是以外籍生的名义 所以乔生也是我们自己人 也是我们自己人的子弟 这个特别说明一下 那我们为什么会有乔生贷款呢 就是我们看到 每年有上万的人 从台湾读完书 闭了业 回到乔居地 我们当然希望他回到乔居地 继续的工作 继续他的这个生涯的归换 但是他们通常回去以后呢 就遇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来讲的话呢 他不见得愿意接他爸爸妈妈的事业 兴趣的关系啦 这个等等 第二个的话呢 他们自己都缺乏一些资金 来启动他自己的这个愿望 所以我们以这个回国升学 学有所长的话呢 他们比方这样讲 他是学车辆工程 他可以回去弄个修车厂 弄个车厂 他学电脑工程 他可以回去做一个电脑工程式 等等 那这些都需要一些资金来带动 而我们这时候要四十推出乔生这个贷款的话 也就是给他一个小小的帮助 那我们乔生贷款呢 是比较平常的稍微优惠一点的 比方说他最高可以贷到二十万美金 二十万 那他的这个担保品 自己本身的担保品呢 只要一成就可以了 就是两万块美金 两万块美金 他们就可以开始自己的事业 那这个这一点来讲是非常受欢迎 那当然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宣导一下 因为事实上很多毕业乔生 他并不了解 因为这究竟是比较新的业务 这是乔委会特别交代我们去办的事情 我们也很乐意去办 是 所以目前这个乔生的反应如何 我们推出了一年多 现在也大概二十件吧 那当然我们认为还有很大的空间成长 那当然我们也需要得到当地 我们签约银行的这个意愿来协助他们 因为有些银行说二十万贷款 他们无利可图 是金额比较小嘛 因为您刚刚讲的就是 一般的台商乔商的这个贷款金额 都可以到两百万嘛 对 但是乔生来说才二十万美金嘛 所以这个部分还有没有未来可以提升的空间呢 我们认为在目前这个东南亚的情势来讲的话 二十万美金是很适合的数字 那将来如果他继续做大的话呢 我们就跳开乔生贷款这个范围 让他进入一般正常的贷款 那还是有他可以在成长的空间 但是我们以乔生名义的话 我们就是二十万为主 那基本上来说 乔生朋友也比较年轻了 对不对 所以也算是青年贷款的部分 所以他的金额就比较少一些些 比较少一些 对 等到他创业之后呢 他的企业已经进入成长期 需要更多的融资跟增资的时候 可能到时候我们信保基金就可以 挹注更大的这种信保的成长期 当然我在这边也举个例子来讲 因为我们台湾的第一首富 我们郭台铭先生 郭台铭先生 他很久以前也是信用贷款的一个对象 那当时贷的经验也不大 可是他一步一脚印做出来 到目前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很多人认为说贷款不好意思开口 过去接触的这种经验来讲 不好意思问 当你去做宣导会的时候 没有问题 可是当你结束以后 就好多人派的对象 跟你单独见面了 其实以目前的这种经济环境来讲 不但你要开口 而且你要开大口 你可以借到钱 那表示你的事业才有这个希望 只要你永远是自己关起门来 用自己的钱来做生意的话 那的确成长的空间是有限的 那更何况 这个一个你完全不需要借钱 也不向人家借钱的一个事业 忽然间有一天你要跟银行说 我需要一笔基金 那恐怕银行也会觉得很奇怪 所以这种信用的建议 要靠你跟银行的来往 慢慢的累积起来 刚刚董事长谈到了 这个乔生的信贷的部分 那我知道董事长还要急急在推的就是 配合我们政府的政策 配合乔委会的政策 来推广台湾美食的部分 这个部分在我们信用保证基金方面 能够有多大的着力点呢 这个也是我上任以后发现 我们可以就是稍微加强一点的地方 因为这么多年来 我们这个政府一直希望 把国内的美食 这个国际化 推广到各角落去 那当然了 在这个各单位也做了不少的事情 包括到国外去这个展览 去这个长线 去做广告 去做这个promotion等等 做得还不错 但是问题来了 当这些有意要推广台湾美食的这种 这些我们的企业 不管是台商也好 桥商也好 他们需要基金的时候呢 通常银行都不太愿意 不管是中外的银行都一样 银行的惯例就是对饮食业 餐馆业呢 如果你没有两年以上的业绩 会计的会计保表啊 他根本就不跟你谈了 你两年还做得很好 而且啊这个 必须要很好的会计制度 很好的保表 所以当他要 一开始就要推广的话呢 的确是有困难 后来我发现到这一点以后 我就跟银行界也谈了很久 他说这个 所以我们只要你是在海外 有意要接台湾美食来做的 国内知名品牌 要到国外开连锁店 你比方说这个顶太风啦 或者是什么什么这个 85度C啊等等 是 那你在海外的朋友们 如果你有兴趣要做的话呢 你资金不够的话 你不妨跟我们谈一谈 我们很愿意 在这方面有肉干的这种松绑 也希望银行能够跟我们配合 那这一点的话就是 你有了武器 你必须要有子弹了 那你再好的这东西 如果没有人帮你推广 也没有用 可是这些推广的人 又欠缺我们的这个资金的话呢 根本就是大家都指三谈兵 都没有用了 对 所以我们台湾的美食 还是希望我们信用保证基金 来做一个桥梁的工作 真的来大力推广 我们台湾美食国际化 尤其刚刚董事长 讲得非常好 他谈到的这个 不管是顶太风啦 或者是85度C等等 其实在台湾 这些已经都做得 很好的推广了 可是在国际上 他要踏出这一步的时候 在海外我们这些台商朋友 桥商朋友 可能比较人生地不熟 那如果自己去找一些 海外的银行 来做接洽的时候 就像您讲的 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信任 那么如果我们信保基金 做一个桥梁工作 介入来谈的话 或许他们贷款的成熟高 对于将来这些 要推广台湾美食的 餐饮业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这就是我们存在的 一个意义 是 那我们也就是 要走出过去 被动的事的 这种业务推广 我们要主动出击 是董事长 那再请教您 我们知道说您在四月份 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 出国的机会 听说是到马来西亚 那这一次是亚洲的很多台商 都聚集在那边开会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 宣导我们信保基金业务的机会 那董事长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一次到马来西亚 我们信保基金如何来做一个 真正的行销跟推广 让我们信保基金将来的业务 推展得更好 因为我们过去的这种出访 大部分针对地区性 城市性的一个重点式的拜访 那这一次如果四月份 有机会参加四月份 在这个马来西亚举行的 这个亚洲台商会的活动的话 我们不仅仅可以遇到 许多亚洲来的朋友 也可以遇到全世界各地 来的台商的朋友 我们希望借用的机会来推广 来宣导一下我们的业务 尤其是我们刚才所提的 几个新的业务 那也希望能够多交一些朋友 我们也希望拜会一下 马来西亚当地的一些银行 国内银行在马来西亚 有分行的不多 所以我们这个必须要 扩展业务的话 就要跟当地的银行来谈 就我们都已经在陆续安排中 但更重要一点的话呢 就是我们准备到 马来西亚各地去看看 尤其是像仪保啦 冰榔雨啦 冰城啦等等 因为它这两个地方相当多数目的台湾留学生毕业的乔生在那里 我们希望这次能够借由面对面 来跟他们开个座谈会 来宣导一下 不过还是要特别强调一下 我们这个信保的业务呢 就是一个保证的手续而已 我们不能像说我们这个卖场一样说 这个拜托你来借钱 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但最起码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可以担任的角色 他们必须要符合哪些条件 我们尽量的来配合尽量来松绑 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们董事长肩负着非常重要的责任 这次四月份要到马来西亚来继续做我们信保基金的一个推广的工作 我们相信一定会非常的成功的 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要强请教董事长的是 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 这一年来您所做的一个推广业务的范围 那么接下来我相信您在董事长的职务任内 一定有更多的计划更多的蓝图 希望把我们信保基金的业务更加的扩大 那么这个部分是不是董事长也帮我们谈一下 这个信保的业务 当然要跟国外我们千元银行的数目 还有千元银行的分布状况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的话 我们刚才没有提到的一点 就是我们就算在有些国家里头 没有我们签约银行 但是我们也可以帮他想办法 获得我们的贷款 我们由一项业务叫OBU 这个海外金融分行的这种性质来成立 在这种OBU业务之下 我们最近也把我们的信贷 推广到埃及 推广到孟加拉 甚至东欧的国家 这个操作的方式就是你们当地的台商 因为可能找不到千元银行 或者是你当地贷款的利息很高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你在台湾的母公司 关系企业给你做若干的担保 然后我们让你回台湾来借钱 将来还钱也在台湾 用这种方式来讲的话 我们比方说好了 目前东南亚地区好了 东南亚地区利息很高的地方是柬埔寨 这个缅甸越南还有印尼 这些国家来讲它的利息都到百分之十几以上 像应该大概12左右 甚至还有到17.5都有 那如果在那边叫经商 实在是非常的困难 赚了钱都给银行拿走了 再加上币值方面的汇率的不稳定 往往的话就是我们台商是鲨鱼而归了 但是透过OPU的方式来讲 安排你到国内来借美金 那可以在国内还的话 这个利息大概到百分之四个percent 或到五个percent左右就可以了 差很多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就尽量来推广OPU的业务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对我们这个业务的范围 我们这个要希望能够再扩大一点 目前我们这个海外信用保证基金 能够服务的地方呢 是除了台湾以外都可以服务 但是又有一个例外 就除了中国大陆澳门香港以外都可以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 政策方面能够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事实上我们过去在 这个中国大陆澳门和香港呢 做了两三年做得还不错 但是呢去年开始我们暂停了 我们希望今天呢能够有所突破 第二个我们希望业务范围能够有所突破 第三个来讲的话呢 为了达到这个开温截流 我们必须要这个更认真的跟过去 所谓的这个有代位清偿的这些这个客户 我们希望加强我们的这种最长的工作 这一点来讲我们到目前做得还不错 那当然这个以我们海外信用保证基金的手续费来讲 可以说是所有这个信用保证里头最便宜的一种 我们的是0.625% 0.625% 这个百分别来讲可以说是 不要说是台湾的 但全球来讲都没有那么高 没有那么低的 那我们在这么低的这种手续费之下 我们要他永续经营的话呢 我们就必须要有一套这个自己的做法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就是会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那当然我们的内部呢 因为这个就里市政府成立的一个财团法人嘛 所以我们遵照有关政府的规定 对于一些这个能够节省的部分我们的节省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绩效奖金啦 甚至于什么三截奖金啦 什么我们都在这个一步一步的把它这个检讨 希望能够就是说 以最小的资源来发挥最大的功能 是好的 各位朋友今天非常高兴 也非常荣幸邀请到 这个财团法人信用保证基金的这个董事长 薛胜华薛董事长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谈了这么多的他的业务范围 还有他未来想要做的一些事情 那我们也祝福我们信保基金 在我们董事长的这个主导之下呢 能够业务越来越这个蒸蒸日上 也祝福我们这个董事长 一切都很平安顺利 谢谢你一块 谢谢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